大家好,我是可乐,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科幻美剧X答案第五季 由于前两集都是主线剧情,所以我这期打算一次解说两集 上集我们说到穆德在加拿大雪山发现了一具外星人的尸体 却被国防部的西装男骑高,告知他一切都是骗局 信仰崩塌的穆德居然受不了打击,举枪自杀 事实上穆德并没有死,当时穆德注意到自己一直被楼上的住客监视 于是上楼找到了这名监视者,得知他是国防部派来的,也就是军方的人 撕打中穆德用监视者的散弹枪打死了他 随后穆德找到了戴娜,告诉戴娜,那名监视者头部中枪 面部难以辨认,他希望戴娜能够在听证会上做假证 谎称那具尸体是穆德,用以掩人耳目 以便穆德能够深入敌方内部调查真相 戴娜得知那名监视者一直在频繁联系FBI内部高层 也就是说联邦调查局内有内奸 暂时还不能得知内奸是谁,但是可以确定 这位监视者也曾联系过秃顶上司 难道农眉大眼的秃顶是FBI的内奸 穆德知道军方与这场阴谋有关 于是他使用监视者的证件潜入了国防部 在这里他遇见了西装男齐高 齐高告诉穆德,这50年来 军方为了掩盖各种军事实验 以及消除平民对核武器的恐惧 一直都在编造UFO和外星人的消息 用以转移民众注意力并以此为借口 大力发展军工业 所谓的外星人绑架事件 也是军方绑架平民用以人体实验 他帮助穆德潜入了最高机密的政务室 那直到穆德刚进政务室 齐高就被逮捕了 穆德为了逃脱军方人员的抓捕 误入了一间实验室 却见这里满满都是外星人的尸体 另一间实验室中 则是正在进行人体实验的孕妇 难道军方在研究人类与外星的混血 画面一转西安南得知穆德自杀的消息 他来到了穆德家中 拿着穆德兄妹的合照流下了眼泪 但是当他看到穆德天花板上的监控已经被拆除 立即就明白穆德一定是炸死 画面转到丹娜 他得知加拿大发现的外星人尸体虽然是假的 但是合成外星人的细胞 居然和他体内的癌细胞有某种联系 也就是说制造外星人和害丹娜得癌症的是同一批人 难道神秘组织一直都在背锅 这一切背后的始作俑者是军方 突顶上次收到了尸体的法医报告 知道穆德是炸死 他来到医院本想询问丹娜 却被丹娜反过来质问他是否是内奸 这让突顶非常受伤 两人闹得不患而散 丹娜将外星人尸体以及自己体内的癌细胞 用科学手段做了鉴定 并将二者有联系的图谱当作证据带上了听证会 他声称FBI有内奸 可就当他想说出内奸是突顶上司的时候 居然因为病重运了过去 与此同时 穆德穿过五角大楼的地下室 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储藏室 他找到了丹娜的资料 并对着资料卡上的编号 丹娜癌症的小金属罐 穆德自认为他的行踪无人知晓 却不知道西安南正在监控中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西安南并没有拦下穆德 而是放任他离开 穆德将金属罐中的药剂拿来交给自己的三个好友鉴定 却被告知他千辛万苦拿到的药剂只是一瓶蒸馏水 穆德得知丹娜已经住院 立即现身医院看望丹娜 正好被秃顶上司抓个阵着 好家伙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这不还活蹦乱跳的 自知无法隐瞒的穆德只能来到联邦调查局和上级说明情况 由于穆德杀死了那位监视者冒充自己的尸体 这就等同于穆德犯下了一宗谋杀案 为了保住穆德 秃顶上司将案件卷宗给压了下来 同时穆德告知秃顶上司 FBI高层有内奸 画面一转 西安南与组织成员会面 成员们已经知道了穆德扎死的消息 他害怕穆德活着 会很快揪出组织安插在FBI的内奸 于是打算杀死穆德 他非常欣赏穆德的能力 试图劝服组织成员能够将穆德收为己用 却不知道西安南的这一提议 让组织成员对他起了杀心 西安南未表成疑主动告诉穆德 他从国防部偷来的药剂里 不只有蒸馏水 还有一个微型芯片 这块芯片正是治疗丹娜癌症的良药 俗话说并急乱投医 尽管丹娜的哥哥和母亲极力反对 但是丹娜还是决定试一试 丹娜将芯片植入了自己的后脑 但是芯片并没有为丹娜的癌症带来任何改善 这让丹娜陷入了绝望 也让穆德陷入深深的内疚自责之中 为了能够进一步取得穆德的信任 西安南甚至还带来了穆德失踪20多年的妹妹 妹妹称西安南为父亲 并且她失去了所有记忆 让穆德失望的是 妹妹居然告知穆德 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希望穆德不要再打搅她的生活 尽管西安南多次向穆德示好 可这仍然没有博得穆德的好感 西安南知道穆德一直想调查 有关外星神秘和UFO的真相 于是提出让穆德辞去FBI的工作 转而为自己的组织做事 同时他能保证帮穆德压下他身上背负的命案 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 穆德却回答 No way 他不但不愿意与西安南为伍 还发誓说想杀死西安南 人哪 没事最好不要乱立flag 画面一转 神秘组织的成员在一场 关于克隆人的听证会上 瞧见了秃顶上司的身影 他立即下令让人调查秃顶是什么背景 看来浓眉大眼的秃顶身份也不简单呢 第二天穆德被FBI主管叫进办公室 主管已经得知穆德与一宗命案有关 他暗示穆德只要在听证会上指证 秃顶上司是内奸就能保住穆德 但是穆德并没有这么做 反过来指证了暗示他的主管才是内奸 这一反转让现场的高层都蒙圈了 原来穆德早就从谈话中的蛛丝马迹 察觉到了主管的异常 事实上他的猜想并没有错 主管被指证后立即跑来向另一高层求助 却被杀死灭口 经过调查 主管早就被一个叫做老神的游说公司收买 同一时间西安南也被组织成员派来的杀手击中 西安南在弥留之际 望着穆德兄妹俩的合照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故事最后 穆德告知秃顶上司 丹娜的癌症已经好转 这让他非常高兴 但是秃顶却带来了西安南已经被暗杀的消息 现场并没有发现西安南的尸体 只是通过现场血迹鉴定 没有人能够在失血量这么大的情况下还能幸存 听到这个消息的穆德并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就在秃顶离开后 穆德一个人望着照片默默哭泣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第五集开始主线剧情较多 同时也在开始慢慢洗白西安南 不但出现了军方 还有一个叫做老神的游说公司 这些年的人体试验以及关于外星混血都是军方所为 但是穆德却一直认定是神秘组织的西安南做的 西安南一直都在想方设法保住穆德 并想培养穆德成为组织成员 要不然穆德早死了十回八回了 同时未表诚意 她还带来了穆德的妹妹 妹妹居然还称西安南为父亲 我个人对这个妹妹的身份还是存疑的 毕竟前几季已经出现了很多个妹妹的克隆人了 所以这个妹妹也未必是真的 但是结尾西安南一直望着妹妹与穆德的合照 可以看出她确实与穆德兄妹有某种说不清的关系 现在西安南被组织暗杀 生死不明 某种意义上来说 西安南已经被踢出了组织 也就是说以后再也没人能够保住穆德了 她与穆德是存亡齿寒的关系 这对穆德来说并不是好事 结尾穆德望着合照哭泣 有可能是因为西安南死了 她就再也联系不上妹妹了 也有可能是再为西安南哀悼 毕竟西安南虽然做了很多坏事 她也帮助了穆德很多 另外片中重新定义了秃顶上司的人设 暗示了她也有强大的背景 目前来看 她既不属于神秘组织 也不属于军方 证明这一切背后还有第三方势力 但是我相信浓眉大眼的秃顶 一定是打入敌方内部的正面人物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下一集将会是穆德的三个好友 孤枪侠的故事 喜欢这部美剧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 同时一定要记得关注加一键三连哦 您的支持就是我爆肝的动力 谢谢大家